委員 因為今天還有就是 因為今天你之前有提過那個 對大居案39項的糾正案 那這個部分好像就是 我今天來談檔產 當然要麻煩共解啦 我三個案都留下來 現在有一個案解決就是 陳前中的醫療案解決 另外一個案是檔產案 希望今天來這裡走這趟 也有助於這個問題的加快解決 那個大雞蛋案 我看柯P他講說 有些人發 多少錢登廣告 他那個情況 比我當年 那個眼熊在七大爆 登聯繫登兩天的 大阪廣告還小 我那個時候規模更大 所以他可以 去體會 品嘗一下當年我們的滋味 我建議就是郭台銀 那個太小氣了 其他是你的解讀啦 好不好 因為柯P他今天有講講說 就是當年你那個39項糾正案 當年的台北市府沒有做 他覺得那個是現公務人員違法的危險 我現在沒有辦法答覆你這個問題 對 回到那個黨產啊 就是說你那時候查其實 數字遠比他們公佈的還要龐大的 所以這個 我是覺得 這個說 恐怕全國過界 包括你們本身 對於黨產這個概念 還有黨產的種子 我看要一個釐清 要一個歷史性的了解 現在大家都抓住一個東西 在談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樣很難處理 那我今天是 我應該是等揮霍再來講一下 這個 我覺得現在對於 黨產到底多少 好像沒有人講清楚 好像任何人講大家也不相信 現在問題是發展到這裡 這個是非常可惜 這個當然造成這個原因 跟國民黨長期累積 就國民黨的不透明 黨產的不透明 是有根本關係 所以因為這樣 所以造成這個 整個黨產的不透明 因為不透明 所以大家講的話 不過有關的人講的話 大家都不敢相信 因為相信就怕自己犯錯了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一個 我認為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盲點 那如果說 不過我都看我 我大概關鍵黨長已經有將近二十年 七千個日子以上 你們才幾歲 所以我們等於用我們的青春跟生命 就是為全國人民 尤其為民主政治 為政黨公平之心 希望走出一條路來 那 我們實踐 歷行了二十年以上 我們希望看到這天早日來臨 我覺得我自信 可以看到這天來臨 我預期可以看到這天來臨 我只是希望這天可以早一點來臨 就這樣 可以不可以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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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